警察人員仔細檢查核對數量和品名 以箱箱進口彈堆在倉庫裡 彰化現幅新箱照封冷凍庫裡 超過九成的進口彈全過期 被貼上代銷毀的封條 295萬顆是已經到期代銷毀 所以現場呢已經就有張貼 這個報廢品代銷毀的資料 那我們已經進行管控 以防止它流入失手 該銷毀的彈整版封膜管理 農業部從十九號開始 聯合食藥署主動展開機查 新北桃園 彰化 雲林 嘉義 高雄 以及屏東共十三個進口彈存放地點 預計要銷毀五千一百七十萬顆進口彈 只是在這名單公布前 立委成交華就質疑 有近六千萬顆進口彈下落不明 對此農業部透過連說回應 被質疑下落不明的六千萬顆彈 就是流向表中標注的 洗血和加工彈的總和 強調一切資訊都有公開 進口彈爭議持續延燒 各縣市擴大機查 這一查就逮出標記不實的案件 來到液彈加工廠主義檢查 使用的雞彈來源 新北市衛生局查進口彈流向 卻發現一家曾向續產 會購買三批進口彈的廠商 涉嫌將產地標成臺灣出貨 那這部分呢已經涉嫌假冒開罰新台幣六萬以上 兩億元以下的罰款 那因為中央呢 為提供相關的進口可數的資料 那衛生局認為仍有一義 將主動以請新北市調處後續徵辦 各縣市都在等續產會公布詳細資料 要儘快掌握進口彈流向平息這場食安風波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